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莉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1982年的少式恐怖电影《人皮灯笼》 凤凰城内 傅傅和帅帅是武林中颇有名望的人物 家境也是非常不错 两家一直在暗中互相较劲 一年一度的灯笼大会马上要到了 帅帅为了想要战胜傅夫 惊人指点 找到了制作灯笼的名将芳芳 这个芳芳可不得了 当年帅帅和芳芳为了争夺金娘 打斗中 芳芳因此毁了容貌 并看着自己爱的金娘嫁给别人 芳芳答应帅帅的要求 为她制作漂亮的灯笼 这天晚上 她掳走了猪猪 我找她的皮注入水银做成了灯笼 接着 又设计掳走了夫妇的妹妹和金娘 准备用她们的皮来做人皮灯笼 芳芳对金娘依旧爱慕 可是这种爱已经变态了 她玷污了金娘 并用她的皮做成了灯笼 此时 夫妇以为是帅帅使坏抓走了金娘 帅帅以为是夫妇抓走了妹妹寻仇 两人一言不合便打了起来 势均力的两人最终两败俱伤 没想到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关键时刻 芳芳出现了 应当设向了夫妇 帅帅追踪芳芳来到了地下室 看到了美妙无比的人皮灯笼和金娘 逼分的她和芳芳打了起来 关键时刻 夫妇出现救下了帅帅 芳芳趁机点燃地下室 才要和帅帅同归一尽 帅帅被救了出来 却留下了无法毁灭的伤疤 而凤凰城里没有了对手以及爱人 帅帅将自己的万贯家财 全部散了出去 看着上面漂亮的灯笼 想起了芳芳做的灯笼 为我们留下了无限悬念 你觉得帅帅是想要做一个灯笼呢 还是单纯的去看看 说好 欢迎留言告诉我哟